凡若不悟 無為不治 失智照顧 你我加入 花蓮縣是一個全人的照顧 然而在失智這一塊 其實在全國來說 現在失智65歲失智以上的失智 罹患率已經相當相當的高 但是有一些症狀 可能是非常微清醒的 所以這些在社區裡面 我們可以透過社區來一起協同他 讓他延緩 或者是讓他不要加速病情更加 但是等到如果他有行為上 或者是有一些比較特殊性 需要醫療來協助 我想這時候也必須要用 我們醫療跟長照結合專業單位 這就是全責型 那全責型在台灣與共14座在花蓮 現在這是第一座 我要謝謝我們這個門諾 願意花這麼多的人力護理人員 然後能夠照顧我們這一塊的 這個比較嚴重的失智症的長者 現在政府的美醫設置一個全車型的 就是說能夠照顧這些病人已經很久了 失智已經十幾年了 那這樣的責任對我們會來講 真的是很重大 我們也很盡心盡力在做 但是其實我看到那個報表都快分了 每年我們都歸存幾千萬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除了說 需要政府給我們更多的資源 所以健保的部分 還有政府的衛生單位 希望給我們更多的資源 讓我們能夠更好地來照顧這些病人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